在苏外纳普坐飞机 尤其是白天班 晚上班到还好 白天班一定要提前三个小时 相信我 相信小胖 而且苏外纳普里面非常大 就算你还剩一个半小时时间 你在国内是来得及 但在苏外纳普里面要走很多路的 你们肯定是来不及 苏外纳普 大家好 我小胖 这个我们今天的行程结束了 刚才我们把车还了 还这次很简单 车停到他们指定的一个点 他会给你个二维码的 一个谷歌地图的一个 就精确定位 大家停到那个地方 然后打电话给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会过来拿车 因为刚才我们就没拍 然后工作人员会检查一遍车 看一下油是不是加满了 那么然后就OK了以后 就会让你签字 签完字以后你就不用管了 不用再去鬼台了 他直接给你说finish了 然后你的信用卡的押金 他在吃个工作会返还 他看一下有没有违章啊 有没有其他东西 反正我们的车是开了1600公里 对吧 从新车开到1600公里 然后检查了一下 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就结束了 其实整个还车流程到非常简单 主要是租车流程麻烦 我们大家不要有刮碰 如果有刮碰的话 我觉得会很复杂的一个流程 好吧 所以我们这里就送他们回去了 然后我再做大巴回去 然后我就又到这个 我们的八号门 对吧 这个八号门边上的 帕他来到华星 我们买大巴票直接再回八七 整个还车的行程就这样 比较简单 我们车还完以后啊 这个要退税 退税的话就在顶楼 就出发大城的13号门 3号门 10号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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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那么大的这个靠边上的VAT 三个标志啊 VAT就是退税的意思 然后就这里排队就行了 必须要先在这里盖个章 然后到里面还要盖个章啊 待会里面我拍不到 你里面帮我拍 你里面到时候帮我拍一下啊 你看一身汗换了件衣服就好多了 啊 我们先排队 然后等会告诉大家怎么弄 这这个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这里退税要两千台租退啊 买买两千台租退 你这衣服在国内这个鳄鱼要多少钱 最少奥特莱斯最少800 800一件鳄鱼那么贵 你这8条的奥特莱斯 400人民币一件 绝对划算 绝对划算的 那只要这个就是鳄鱼啊 啊 两千台租起那个票票票给观众们看一下 我们全程解锁啊 就是到了买完东西以后 到infomation 就到自讯台就是奥特莱斯自讯台 或者商场自讯台 开一个这个VAT的退税单 进来拿护照 要护照照片也可以的啊 然后到那边来拿着 然后去去去办理一个退税 先把单子给他 然后把护照给他 然后还会盖一个章 好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流程啊 先到门口盖个章 盖个章以后办理登机牌 登机牌完了以后再到里面的这个地方去办理退税啊 都有 谢谢 在苏安纳普 我又发现个冷知识啊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这里有一个information的一个台字 咨询台 它咨询台这里非常好 它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个Russian 你看俄罗斯语 边上是中文 日本语 阿拉伯语 到这里来 都是可以通用的 你这个工作人员 刚才我跟他去聊了一下 讲中文也都是没有问题的 边上日语的 韩语的 当然各个语言都有 大家如果真的在机场碰到问题的可以到这个执行台来 就在苏安纳普的K和L这个会台的中间啊 这个正对着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来咨询 我也是第一次发现冷知识冷知识 我给大家说 大家一定要提前来机场 这个给大家看苏安纳普的排队 就现在 这个他们走是晚上六点半的飞机 现在是三点半 提前三个小时去跟一个open啊 这个队伍已经排到 他就开放三个窗口 加一个 一二三 就三个窗口 你看三个窗口 一架飞机大概180 160到180 就开放三个窗口 这个队伍已经排到 那个柜台了 所以大家在苏安纳普坐飞机 尤其是白天班 晚上班到还好 白天班一定要提前三个小时 相信我 相信小胖 而且苏安纳普里面非常大 就算你还剩一个半小时时间 你在国内是来得及 但是在苏安纳普里面要走很多路的 你们肯定是来不及 苏安纳普机场非常大非常大 它不会比上海浦东小的 包括就类似于去浦东的那个S卫星厅一个道理 那么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三个小时来机场 最好是三小时够了 一般来说三小时够了 好吧 也太早了也没有意义 但是如果你提前两个小时来 我估计 可能你等会要跑步了 好吧 我们继续排队 等我来15天下来什么感受 累啊 太累了 太累了 啥事都干不了 你想干啥事 多了 唱歌跳舞 看泰拳 看秀 你又不是没看过看秀 没看过 你说是哪个秀 所有的秀 你一唱都没看过啊 那我觉得这辈子是要来看一次的 我觉得没有必要 因为以前的形成 但今天的形成是完全不一样的 主持 初恋也没找到 初恋了 还奶奶都看不到 别说初恋了 现在一个小孩就这样 两个小孩怎么办 大小孩基本上六七天够了 如果你要重练个号你练吗 怎么练 练不了 代价太大了 代价太大了 重练一个号 开玩笑了 把这个当小号吗 再搞一个组号 本身就是喘不过气 啊 本身就喘不过气了 我们又是无业游民跟你一样 啊 别别别 你十五天 你出没估算了一下 你们一家花多少钱 两万不到 那还算省的 其实还算省的 因为没干任何事情 就是酒店 酒店大头嘛 酒店还去哪儿的赔付 其实前面几天贵的也都平掉了 平掉了 后面几天 就在巴提亚的一段那个 然后其他就正常适合 我们也没吃很适合吃的东西 吃不了什么 吃是吃不了 吃不了多少 天气热也吃不下去 一天就两餐嘛 酒店一餐 早上早饭加中饭 晚饭们去外面吃一点 那回去以后 暑假还有大半个月啊 小孩怎么办 送饭 培训办 现在国内培训办贵吗 因为我没有小孩 我不知道 看班的 报的比较多嘛 过去的话 基本上要报两个以上的班 大概花多少钱呢 一个班两百成就多少 一个班两百一次了 哦那也 你也不少钱的呀 那也十倍啊 所以说如果说二胜二胎三胎完蛋了 我们的收入也没有达到两倍三倍嘛 找不到的 哎呀可怜之人啊 可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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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也有你也有那么一天的啊 不可能的 绝对不可能 哎呀你看这一家人的性命 开心还是蛮开心的 小孩子还是蛮开心的 有海 有泳池 什么都ok 小孩子这天天跟着下午家大网红走 他很开心啊 嗯 你就难受了走不动 走不动 不是走不动 心思不在这里啊 那为什么我走呢 那你是过日子的 你知道我公园里面 吃完饭 你去逛逛个半个小时 ok没问题 嗯 但是你说让我漫无目的地的去走 带着又带着小孩 受不了 下一次旅行准备去哪里 年底再来泰国吧 又来泰国 你不腻啊 泰国是我家嘛 啊哈哈 泰国是我家嘛 最起码每年4次签证给他要用掉啊 啊 起卖普及 起卖普及 巴提亚不是 嗯 腻掉了 腻掉了呀 腻掉了 巴提亚你只要找不到处理 这个一维生长啊 啊一维生长 这个一维生长 啊好好好 我们就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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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接上回啊 小胖是这里进不来的 因为他还留在巴提亚 然后从那个海关这边右转 这边到地区这里 然后各位在那个黄泉买的东西在这里就可以提货了 然后旁边就是退税的地方 这边人太多了 所以说我这里也就不提了 啊不退了 不是退税了 人太多 到时候赶不上飞机太麻烦 呃给大家说一下 到巴提亚普通的巴士是143株 它是到类似于中天这个站的 如果说大家要坐到北站是190株 它是VIP巴士 那就要下一班了 这时间非常紧张了 然后到华欣这里也有啊 这个它有两个价格 一个是143株 一个是190株 大家看班次 我们是觉得 我们最近一班就行了 最近一班 反正最快的 反正什么VIP 不VIP 呃一个多小时 我也不在乎这个事情 啊 哎呦 我们还有一个小时坐车啊 我们到这个 air 反共办机场 机场奇迹美食 airport street food 来我们来看看 我还没来过这个地方 早点东西吃啊 还是一样要先买卡的 我们先逛一圈 等会再买卡 先逛一圈 先逛一圈 有什么吃的 啊 这边三明治 面包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 它也都有中 有些有中文的 就是类似于面啊 饭啊 七十株也还好 这个价格 然后这个是粥 这边是粥 面 这边是什么啊 这边就是泰式的 也不贵啊 七十八十也不贵 在机场这个价格 已经是很亲民的美食广场了 饭 反正太餐嘛 大家都大同小 也就垫个肚子 这个是面猪脚饭 猪脚饭 七十五十 哎 真不贵 它是 一个价格 五十猪脚饭 你看加个鸡蛋的六十 炸春卷 丸子 炒河 泰式炒河粉 炒锅条 这边是芒果 沙拉 完全菜餐 各种菜餐 这个 两个鸡饭 海南鸡饭 海南鸡饭 卖六十七十 真的还行 啊 这个是类似于清麦面 就是这个邓丽君最爱的太北面面 清麦面都会加咖喱 然后这里是西瓜汁 这里是猪肉糯米饭 最后那边是锅汁 反正就这么一个造型 小房随便到这吃的东西 不再回去了 啊 也两百泰铢什么都能吃了 就到这个地方来冲卡 他门口进门先冲卡 这个泰国还是停留在我们的远古社围 那是好吗 好 好 就拿这样卡啊 然后卡待会是能退的 跟大家说一下 是能退的 我觉得六号怎么样 吃蛋面加上上面的应该是烤纸 那个 就六号 六号 猪肉鸣面 沙迪卡 N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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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6 不是 那个是 不是 D 应该是 阿里嫩 对对对 那个是 No.6 OK 阿里嫩 这卡是零空的 扫后面二维码的 看没办法 看不看 这又是五台铢 12块钱的一碗面 还行吧 这里是机场呀 对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 我们把没用完的钱给退掉 直接把卡给他就行了 然后他就知道退钱 你给他钱 他就知道是充值 你给他卡 他就知道退你钱 Thank you OK